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有跟着我一起读 还是就是纯粹的听而已 我会问这个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常常就想说 我更新的速度就是有一点不一定 所以如果是跟着读的人会不会觉得很困扰 我会不会想太多 其实搞不好大家就是已经读完整本书 然后再来听我讲这样 反正我就只是很好奇啦 因为我希望我可以尽速的把这本书做完 因为其实我觉得劝导真的是一本很好看的书 然后我觉得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做这个读书会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小问题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在看每一张节的时候 都会定期停下来做笔记嘛 那通常可能一张会停下来大概三到四次 因为呢真恶思丁就是一个不跟你废话的人 所以他常常就是你读两三段 就觉得等一下等一下这里有好多重点 然后就写写写 就发现为什么一个张节里面就有这么多可以讲的事情 所以我就想说哇有的时候我想要四张做一集 都还不太可能 像这一次的话呢就只有两张 就是十一张跟十二张 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两张算是 整个故事里面蛮重要的一个小小转折点 所以我觉得就很适合把他们两个做成一集 来跟大家聊一下 对那前面前情提要的话 简单来说就是 安艾略特 她呢因为家里父亲不是很擅长 就是把持经济的关系 他们全家必须要搬到巴斯 就是比较小的房子 那他们原本的大宅子呢 就出租给了一位海军 那恰好这位海军 她的殷勤也就是她老婆的弟弟 是我们女主角安艾略特的前订婚对象 那就是以现在来说 有点像前男友的概念啦 他们原本是有论及婚嫁的 但是呢因为女主角 她有一位好朋友叫做罗素夫人 因为这位夫人的劝导的关系 她就放弃了这段姻缘 因为当时我们的男主角 还没有靠着在海军里面的工作 就是赚到钱赚到她的名声 所以这样的配对罗素夫人来说 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结合 所以她当时就建议女主角安说 不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求婚邀请 就因为这样子 过了多年之后他们再见面 安已经27岁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男主角呢 温沃斯 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有钱有势的 很帅气的海军 正是她人生最惊慌的时候 所以当这个海军再一次 跟她的前女友见到面的时候 他们之间当然就是非常的尴尬嘛 有点像是想要假装不认识的概念 那现在安跟温沃斯 他们就在同一个社交圈里面 不断地见到面 虽然安她的姐姐以及她的父亲都已经搬到了巴斯 但是安呢她就先跑到她的已经结婚的妹妹家里做客 然后顺便陪伴她 因为她的妹妹就是一个非常容易就是神经紧绷 然后在那边就是怨天游人啊 嗨嗨叫那种人 所以说她在陪伴她的时候 就必须要一直跟她的前男友见面嘛 那她就想说好 现在已经陪了一段时间 她也差不多好像你知道该离开了 所以在十一章的时候呢 安心里就想说好太好了 我们之间这样子平凡的见面 应该就到此为止了吧 结果命运就是啪啪又打你的脸两下 因为呢就在这几天 温沃斯上校就捎来了一个消息 她就是呢短暂地去拜访了一下 她住在莱姆的朋友 所以她就是稍微有一个小远行这样子 然后这个小远行回来之后呢 她就跟大家报告说 诶就是我的很好的朋友 就是哈维尔上校 我们之前是一起在海军里面工作 然后她最近跟她的太太一起搬到莱姆啊 她是我真的非常好的朋友啊 然后大家听到她去莱姆这一趟的讯息之后呢 就非常的兴奋 然后大家就又叫又跳 就说那我们也要去 我们要交游 因为莱姆呢算是不算太远的一个地方 所以两天一夜的旅行是没有问题的 那对当时的人来说 可以去旅游应该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 尤其是要看到海啊这类的 简直就是让大家会整个兴奋到最高点 所以大家就立刻决定说 好既然文沃斯上校的好朋友刚好搬到附近呢 我们就直接借机 再跟文沃斯上校去一趟莱姆 那英国的莱姆呢 英文叫Lime 大家如果打Lime的话 第一个会搜寻到的可能会是莱姆病 就是同样一个字就是一种疾病嘛 那莱姆呢 它是在英国的比较下方 就是比较南方 可以这么说吗 那它就是靠海的一个地方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过劝导的影视改编作品的话 不管是哪一个版本 通常莱姆那个地区会让你非常印象深刻 因为都是在一个就是有海浪啊 然后可以看到海岸啊 比较粗犷的一个地区 所以呢 大家就立刻就决定说 好 那我们就两天一夜 因为毕竟来回的交通呢 要七个小时 所以如果是一天的话 真的有点太快闪了 对他们来说是有点负荷不过来 而且有一点太仓促了 所以大家就决定说 好 那我们就搭两辆马车 然后就是封城浦浦的来到了莱姆 那在那边他们就看到了 哇 很壮观的海岸啊 然后呢 还有一些很野性的石头啊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哇 真的是大饱岩福 在那边呢 他们当然就见到了他们的新朋友 那这位新朋友呢 首先前面两个我们已经知道了 就是温沃斯的好挚友 哈维尔以及他的老婆 那根据郑奥斯丁在书里的叙述呢 哈维尔跟他太太 看起来并没有像温沃斯 这么的英俊停拔 但是呢 他们的个性都非常好 所以尽管感觉以气质来说 可能还差他一截 但是相处起来是非常让人愉快的两个人 那同时呢 还有第三个好朋友 那这个好朋友呢 哦他非常重要 他的名字叫做Captain Bannock 那我们就叫他班尼克上校好了 那这个班尼克上校呢 他是让所有拜访的人 都很好奇的一个人物 因为他有着蛮悲惨的一个经历 就是说他在当海军的时候呢 他就跟哈维尔上校的妹妹陷入恋爱 那恋爱之后 他当然就去当海军 努力赚钱就是争取他的功名了嘛 但是非常可惜 在他赚到了钱赚到了功名的时候 哈维尔的妹妹Fanny就过世了 所以有点像是他好不容易要得到他的幸福了 因为他都已经准备好了嘛 他已经是一个有财富的男人了 但很可惜他心爱的女子就因病去世了 所以大家在去之前呢 就已经知道他是一个沉浸在悲伤之中的年轻人 那在曾奥斯丁的叙述里面呢 他就有讲说 文沃斯看到这个班尼克上校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说 哇很难有人像他一样爱得如此之深 然后他这样子失去所爱的这个情绪呢 是非常难平复的 因为他是身为一个好朋友 第一线看到班尼克陷入恋爱嘛 所以他就知道说这种爱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 就是好像才认识两三天就订婚的那种 他们是在心灵上有非常深的结合 所以他也很可以理解他的朋友 看起来为什么会这么的失魂落魄 那安呢 当然他见到这个新朋友的时候 也马上发现 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充满忧郁眼神 然后就是深陷在悲痛之中的男人 但是班尼克上校呢 他毕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男人 所以安他心里就想着说 啊尽管他看起来如此的难过 但是他真的还年轻 时间真的会治愈一切 他不会像现在这样子 一直沉溺在悲伤里面 所以他是以一个有点像 过来人吗 或是偏长辈的眼光去看这个年轻人 就是他知道他现在很难过 可是他也相信说 啊应该过一阵子之后 他就可以重拾他的快乐了 这样子 那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独白就出现了 就是当安看到这么多新朋友 然后大家喝乐融融的时候 他心里又有一个 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可以让人共感的想法 他就是看到温沃斯与他的朋友相处这么融洽 而且他的朋友是用那种一百分的热情在招待他 以及他的友人 就是真的是素媚评审的一群人嘛 所以他就想说 哇一般的朋友有热情成这样吗 他们之间的友谊怎么可以这么的炙热 那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就是因为很多人不是都会讲说 其实你看有些人他的人缘好像很好啊 然后或者是他的朋友都对他很好很好啊 会送他很多东西 或者是总是会帮助他 可能无论在工作或是私人生活上 例如说有什么好的人 好的机会都会介绍给他 那可能面对到这种人的时候 大家都会跟他说 啊好羡慕你哦 你的朋友真的都对你好好 可是反过来讲 很多人也会讲说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大家要对他这么好 是不是其实也代表 这个人他可能人格上 真的是非常的善良 或者是他真的带给别人 很好的能量 所以他也可以从别人身上 得到这样子好的回馈 就是说当你看到朋友 怎么样都一个人的时候 你同时也可以去猜测 说是不是这个人 他散发出来了什么样子的东西 所以当然安看到 温沃斯身边的人 都对他如此热情友好的时候 他心里就不忍羡慕 他就想说 天哪 如果当初我做了不一样的决定 如果我当初决定跟他在一起 我们成为夫妻的话 这些都会是我的挚友 这些会是我生活中 很亲密的一部分 就是哈维尔啊 班尼克上校啊 都会成为他的好朋友 他心里就这样子 飘出了这个想法 然后我觉得 我非常可以理解 就是你会忍不出去幻想说 如果今天这些东西 都是你的的话 你的人生可能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刺激吧 因为尤其我觉得对当时的人来说 他们收到的 无论是人际或是媒体的刺激 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能够交到 让你觉得新鲜 而且真的在心灵上觉得富足的朋友 我想应该是相对比较困难一点的 因为毕竟生活权比较小 对所以这个是新朋友的部分 那当然一起出去玩的有很多人嘛 就有我们刚刚讲到的安的妹妹Mary 然后还有她老公Charles 然后以及Charles的两位漂亮的妹妹 就是Louisa还有Hanrietta 那这两个女生呢 跟温沃斯当然也是感情非常好啊 那Louisa呢 就在这个莱姆就非常的快乐 她就说哇 我真的觉得海军真的太棒了 你看温沃斯这么棒 温沃斯的朋友也这么棒 一切真的都是太美好了 那同时安呢 虽然她并没有非常想要 就是无时无刻不看到自己的前男友 但是她默默的好像也习惯了这样子的状态 也慢慢的不会觉得非常尴尬了 那接下来他们当然会一起用餐嘛 跟这些新朋友一起 然后因为班尼克上校呢 她沉浸在悲伤之中呢 她平常最爱做的事情就是阅读诗集 然后非常非常容易受到诗里面的文具所感动 她就变成一个感受力极强 然后很容易沉浸在文字的那种 余韵里面的一个人 那刚好安也是一个很喜欢阅读的人 所以呢她就想说 好那我就透过这个主题来跟班尼克和聊聊天好了 因为毕竟她看起来很悲伤嘛 想说看可不可以聊聊天让她开心一下 或是开导她一下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开始交换一些堆书的想法 那我觉得这里真的是 我觉得很暖心啦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安她是一个其实很愿意关怀身边的人 然后她也是用一个很开放的心胸 去认识新的朋友 我觉得这一段就让我看得真的蛮开心的 那当然班尼克发现说 安他真的很了解 就是他在读的这些东西啊什么的 他就开始很开心地跟他分享 他对诗的任何看法 或是他喜欢的诗人等等等等的 那安也因为发现说 班尼克好像有慢慢地把心胸展开 他就有点像是一个姐姐 然后就跟他讲说 那你可以尝试看看 要不要阅读一些散文啊 不一定都只要读诗啊 那也许你在读散文的时候 可以发现更多阅读的快乐啊 等等等等的 因为他就想说他读了这么多诗 然后一直沉浸在那种很悲痛的感觉里面 好像并不是这么的健康 所以他就觉得 可以让他阅读的那个品味 稍微加一点刺激 也许可以改变他的心情之类的 所以在聊天的最后呢 他就发现说 哇自己好像真的有开导了班尼克一点点 然后他同时也觉得有点幽默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就是深受情伤所苦嘛 常常沉浸在自己的后悔之中 常常去回想 要是当初我 如果没有做那个决定的话会怎么样 要是当初我接受了温沃斯的话会怎么样 但现在他居然可以在这边冠冕堂皇的 去开导一个年纪稍微比他小一点的男性 他就突然觉得说 啊我真的是真的只会出一张嘴 这是我一个比较现代的诠释啊 但就你不觉得我们人类都很爱做这种事情吗 就例如说没有谈过恋爱的人超喜欢 或是超会去开导别人 然后可能会讲出一些你知道至情商的金句啊 或者是说没有经历过太多事情的人 可能还是可以针对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事 然后分享自己的很多很多想法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还蛮常做的 就像我从可能国中高中大学的时候 都会有朋友来问我一下关于感情的建议 他们当然不是觉得说我是什么恋爱大师 就纯粹是跟朋友聊天 然后就讲说 哎你有什么想法 可不可以提供给我参考 哇我真的是可以头头是道的分享 因为不管你有没有经历过 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会想说 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做吗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 就是很多事情是 你如果用讲的 你都可以讲出很豪华的大道理 或是有人问你说 我该怎么样建立一个规律又健康的生活呢 哇你可能想说 我知道我知道 每天早上七点起来 先喝一大杯温开水 吃保健食品再去健身房 不然你就可以讲一大堆 但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做得到 那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 我觉得安经历道就是这样的情绪 他可能偷偷的觉得有一点好笑啦 然后又有一点觉得说 啊真是讽刺 我是个伪君子 我自己说的我都做不到 我还是会沉浸在我自己的悲伤之中 还有自己无法走出来的 那个后悔漩涡之中 那第十一章就是在 这样子的情绪下结束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如火如荼的 进到非常刺激的第十二章 那第十二章的开头呢 我必须说我觉得非常的幽默 这一段我还特别读了两次 因为我觉得如果平常我在 就是自己看说好 我可能不小心就让他看过去了 可是因为要做读书会嘛 所以有的章节我读完之后 我可能会觉得 诶等一下我觉得好像有些别的意思 我再看一次 那这一段呢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段落 那这一段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第十二章的开头 安娜和哈利亚塔就在莱姆散步 然后聊天 然后哈利亚塔呢 她就说 我们家里附近的那个牧师 Dr. Shirley啊 跟她的太太啊 他们应该要搬来莱姆啊 因为莱姆的这个天气啊 你看 哦我整个人来这边 我精神就变得很好 我整个身体都好起来了 那这个Dr. Shirley就常常讲说 自己身体哪里不好 这里痛那里痛啊 那她如果真的这么不舒服 她为什么不搬来这里呢 她就一直跟安开在那边 碎碎念说 啊那个 这老夫妻应该要赶快搬来这里啊 什么什么的 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想说 哦 所以她很关心自己家里的教区牧师就对了 所以我整段读完 我想说 等等 不对不对不对 她不可能 就是这整段后 我觉得没道理 所以我就再读了第二遍 我就发现弦外之音 那原因也是因为 安在听她说这整段话的时候呢 她的反应就是有一种 听得出来弦外之音 默默的微笑 然后呢 讲出了非常适切的回答 那为什么她会听到这个弦外之音呢 还记不记得前面我讲过一个男生 他叫做Charles Hayter Charles Hayter 他想要当什么 他想要当教区牧师 所以今天如果Dr. Shirley 他们夫妇 为了要什么治病养老 然后就离开了教区 跑来莱姆这边养病 或是你知道休息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Charles Hayter就有机会 当教区牧师 那牧师要干嘛 成家立业 那可以干嘛 就赶快跟Harrietta结婚 我想说 哇 脑袋爆炸 我也听出这个弦外之音了 OK 所以她才会想说 小女孩的心思 I know I know 这样子 所以对前面这一段 就稍微 可以知道说Harrietta 她这一段话 其实是在暗示说 啊好希望 就是你知道我也可以 赶快拥有一个稳定的家 赶快跟我自己 心仪的人结婚啊 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呢 这前面只是一个 早餐前的闲聊 那后来他们 大家一群人就去散步啦 那散步的时候呢 他们就遇到了一位陌生男子 就是在走路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男生 然后这个男生呢 就让路让大家过去 然后同时呢 她用一个非常爱慕的眼神 看着我们的女主角安 然后这个时候呢 温沃斯她那个 非常利的双眼就看到了 然后她心里就想说 我注意到你了 我看到你在做什么了 而且她同时好像也从 这个男生爱慕的眼神之中 就是默默地觉得说 没错 在莱姆的安呢 根本就是完全了恢复她 往年的活灵活现的那种灵气 这样子 她好像仿佛也从这位男子 爱慕的眼神之中 就是默默地注意到 自己心里可能蠢蠢欲动的 一点小心思这样子 那这位陌生男子呢 后来也在他们下榻的饭店 跟他们见面了 所以他们其实就非常巧的 除了在路上遇到之外呢 他们也住在同一个小旅店 那他们在小旅店的时候 大家一醒人就当然想说 刚刚有遇到那个人呢 所以他们就开始 叽叽叽叽在那边讨论 就以前的人真的很爱讨论这种 很细碎的事情 那这个男生呢 根据叙述 他看起来大概30岁左右 然后不是很帅 但是呢 他整个礼仪 还有散发出来的气质呢 都让人感觉非常良好 然后后来呢 他们就想说真的很好奇嘛 所以就一问之下 就发现 哦 刚刚离开的那一位呢 是叫做Mr.Elliott的先生 然后呢 这个Mr.Elliott 他身边的这些仆人呢 都穿着桑服 然后大家就想说 等一下 Mr.Elliott 然后他们就吓死啊 就想说 是我们家的那个Mr.Elliott吗 是那个如果他们家里 没有新增的男子次 爵位就会传给他的那个Elliott吗 这边我很好奇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第一集的时候 我们就有提到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 他就短暂出现了一下 那他出现的方式呢 就是讲说 因为他们家里有三个女儿嘛 并没有任何的儿子 所以如果说 未来安的爸爸 没有再生任何儿子的话呢 那他这个从南爵的身份 就会传给Mr.Elliott 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堂哥吧 对 那所以当然这个时候 Mary就跳起来 就说什么什么 原来他是我们的亲戚 哇 那我刚刚居然没有好好看 他长什么样子 然后他一定长得很好看 你知道我们家的人 这个基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自己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 总之呢 大家就很惊讶 想说哇 怎么这么巧 世界超小 但是他们并没有机会 就是真的打到照面 那只有在刚刚他们散步经过的时候呢 这个艾略特先生 有用这个很炙热爱慕的眼神 看着俺这样 就只是他们短暂的一个会面的经过 那所以我觉得 这边有两个很有趣的线索 第一个当然就是 他遇到了他的堂哥 然后这个堂哥 居然还用一个爱慕的眼神 看着他这件事情 那这个当然跟接下来的情节 非常有关系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 他没有看到艾略特先生的仆人 正在扶桑 那扶桑的意思就是 有人过世了嘛 所以这件事情 当然如果你是读者的话 你就想说 所以是谁 谁死了 对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 应该很快就会知道 这个各种秘密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真的 看这套Singer书 要很认真 就是当我在重读的时候 就发现 啊 真的是处处都是 小伏笔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呢 大家就 我又见到了一个 就不算新朋友 就是一个惊喜 认情戏嘛 这样子 好 他们发现 哦 原来刚刚我们跟这个 堂哥有擦肩而过 这个非常巧的意外 好 那接下来 因为他们是两天一夜的旅行嘛 所以其实时间并不多 他们又赶快再去海边散步了 那去散步的时候呢 大家就蹦蹦跳跳了 好快乐 那同时呢 哈维尔上校呢 就跑去跟安说 哎 我跟你说 真的非常谢谢你啊 他就说 啊 谢什么 我做了什么事情 他就说 哦 你陪伴那个班尼克上校啊 就是跟他聊聊天啊 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尽管我们是他的好自由 可是我们陪他他身边 能做的事情真的有限 就是他的悲伤 并不会因为朋友 待在他身边就消失嘛 然后他们也很了解说 这种悲伤 并不是说 散散心就会好的 毕竟是你人生挚爱 过世这件事情 所以呢 他们也讲说 啊 当时就是他妹妹死掉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 班尼克 一定是非常非常悲痛欲绝的嘛 那当时温沃斯 也是第一时间冲过去陪伴他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个时候 又再次的表述说 他是非常非常重情的一个人 温沃斯真的是 把朋友的需求 应该说 他身边他在乎的人需求 放在非常的前面 然后他能够帮忙的话 他都一定会尽他的权利 去做些什么 那他们在聊天的同时呢 另外一边 Louisa因为 很久没有看到 这么酷的风景嘛 然后就很开心的 一直跳啊跳啊 然后他走楼梯的时候 就一直喜欢就是 走上去再跳下来 走上去再跳下来 因为他觉得这样很好玩 然后他一直想要 温沃斯去接住他 就有点玩一些 呃 俏皮的调情小游戏吧 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就是其实这样有点危险嘛 大家都知道 爸妈一定都会跟小朋友讲说 不要走楼梯 然后跳下来 因为会受伤 然后小朋友就是会 你知道就是 完全没在听 然后大概跳到第三次的时候呢 就一定会跌倒 大哭 那在这个章节呢 就是发生了这种事情 就Louisa就一直走楼梯 他说跳接我 跳接我 然后呢 就最后有一次 他跳得太快 结果温沃斯没有接到他 他就撞到地板 他撞到地板之后呢 也没有流血 也没有皮开肉绽 可他整个人就仿佛死了 一样失去意识 大家就吓疯 那我猜测啦 应该是脑震荡 那因为没有明显的外伤嘛 所以大家就更不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想说他怎么都没有反应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有点僵住了 现场只有三个人是冷静的 那第一个呢 是文沃斯 然后再来第二个呢 是Louisa的哥哥Charles 再来第三个人就是安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安他就立刻发号失灵 他就说 好 那个班尼克上校应该知道 外科医生在哪里 赶快把Louisa带过去 然后他要叫这个人去做什么 叫那个人去做什么 然后他就开始指挥 大家动起来 因为很多人是吓坏了 或者是只会尖叫这样子 所以瞬间 现场清醒的两个男人呢 就是文沃斯还有Charles 都依靠安 然后就听他的 做所有的事情 那当然他们就立刻 跑回了哈维尔夫妇他们家 然后赶快把病人安顿下来 然后医生看了之后呢 就说 没事啦 没事啦 应该是撞到头 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这样子 然后既然医生 看起来没有非常的紧张 大家也就放心了 就想说 好吧 没事就好 那Louisa呢 在这之中有稍微清醒过一下下 可是随即又昏了过去 所以就算没有生命危险 短期内 他们可能也需要在这边 好好照顾这个病人 没有办法立刻骑程回家 那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谁要坐马车回去嘛 因为必须要有人去告诉 Louisa的爸妈说 你女儿撞到头 她可能会需要在莱姆 好好的修养 所以他们就要决定说 好好是要留下来照顾病人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哦 哇 他们就花了很多时间决定 而且对于这个章节来说 我觉得挺重要的 所以呢 让我来细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做出来的决定 首先第一个 就是病人Louisa 当然就是住在 Harwell夫妇他们家嘛 因为她就必须要躺着 然后再来文沃斯就说 好 那我去告诉她的父母 Charles呢 就说好 那我要留下来陪我的妹妹 我要好好的照顾她 当做她的支柱 然后文沃斯也说 好 那就留下来陪你妹妹 那再来另外一个 没事的妹妹呢 Harrietta 她就说 虽然你现在看起来状况 很不稳定 但是你必须要回家 因为你留在这边每天哭 也没办法帮助病人好起来 所以呢 她就深呼吸 想说好吧好吧 虽然我真的很悲痛 可是我留在这边 真的也没有帮助 那我还是回家好了 现在我们就剩下两个人 一个就是女主角安 一个就是她的妹妹Mary 那本来文沃斯 她是非常坚决地就说 安一定要留在这边 因为只有安才知道 该怎么做 刚刚发生意外的时候 都是她在发号施令的 然后Charles也觉得说 对啊对啊没错 安刚刚真的做得很好 那不然她就留下来 跟我一起就照顾病人好了 然后结果 这件事情本来都已经 决定好了 结果Mary一听到这个决定 又开始淡啊哭大闹 我觉得她真的就是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她是一个很烦人的人 而且她是一个 无能可是又爱逞强 我找不到一个 更好的形容词 如果大家有知道 更好的形容词的话 请分享给我 就她除了无病呻吟之外 她还很希望 自己在大家的心里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她等于在 期望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她就什么都不做 然后又希望 大家觉得她很重要 但是呢她就觉得说 不行我要留下来 因为我才是Charles的老婆 然后呢 现在这个病人 她是我的谁 她是我的小姑 她是我的小姑 我怎么可以不留下来 我对她好重要 好重要 我们是亲人 我的姐姐安 她又没有嫁进来 她跟我小姑什么关系 你们凭什么觉得 她比较厉害 然后她就 因为这样就很嫉妒 很生气 然后就大哭大闹 最后大家就想说 好了好了 超死了 好 然后安就想说 那我就坐马车 跟着温沃斯 还有Henrietta 一起回家好不好 不要再吵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 影剧版的话 通常这个时候 都是一个 我就很不喜欢看这一段 因为就觉得Mary真的很烦 好 最后就决定好了 要留在莱姆的人呢 就是三个人 就是病人Luisa 她的哥哥Charles 以及她的老婆Mary 然后回家的人呢 就是男主角温沃斯 Henrietta 还有女主角安 好 那他们上车了之后呢 他们就要起程回去了嘛 那在这个回程的路上呢 安的心里又 非常的无畏杂成 因为一方面 她就是蛮感动说 本来温沃斯 是很强烈的 希望她可以待在莱姆 因为她知道说 温沃斯会这么强烈 希望是因为 知道她能够 做到很多事情 知道她能够 帮助到病人 所以她可能心中 就觉得 有点暖暖的吧 然后同时 她心里也有点难受 因为在马车上的时候呢 温沃斯就是对Henrietta 就是很殷勤啊 就是一直关心她 好不好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虽然她知道 她做这件事情 应该不是为了 要让她嫉妒啦 但她心里 当然还是会觉得 有点不太舒服 那在快要到 目的地的时候呢 温沃斯就发现 Henrietta已经睡着了 她就用非常低声的语气 跟安讨论说 等一下到了目的地之后 我该怎么样安排 就是我是应该要先下车呢 还是我应该要 让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 就开始跟她讨论说 要怎么样让Henrietta 还有Luisa的爸妈 知道这件惨案 才是最好的安排 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 感觉上啦 我觉得 温沃斯她在马车上 这么的对于Henrietta 殷勤 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 Henrietta的情绪状态 极度不稳定 我觉得再来第二个就是 她应该不希望 在有外人的时候 跟安有任何 超过点头之交 以上的接触 就我觉得她有在 刻意避免这件事情 所以当Henrietta 所以当Henrietta睡着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温沃斯她展现出来的 真实情绪就是 当她有需要找一个 非常相信 而且依靠了对象 讨论事情的时候呢 那个人一定会是安 就是无论 他们今天对彼此 还有没有怨恨 还是有任何情绪 在里面 我觉得以客观来说 温沃斯是非常相信安 的整个人 还有他的能力的 我觉得在这方面 其实看得出来 他们两个很适合 就是他们在情绪跟 行为的成熟度上 是非常接近的 我觉得这就是 他们身心灵 是很契合这部分 有在这个地方 体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 我的决定 真的是正确的 十一十二章 真的必须要 自己开一集 因为这个篇幅 真的是蛮长的 然后也在这两天一夜 的交友之中呢 发生了哇 有够多事情 帮大家统整一下 第一个就是 他们认识的 三个新朋友嘛 然后这三个新朋友之中 还包含了一个 刚失去爱人的 班尼克上校 那安也跟他建立了 算是一个 小小的友谊之桥 那再来就是 他们遇到了 艾略特先生 也就是他们的谈歌 然后有了一个 非常神奇的会面 再来最后一个 就是发生了 脑震荡惨案 就是卢伊萨 一直跳跳跳 就最后撞到头 那这边 我要提供大家一个 我觉得不是小彩蛋啦 但是我觉得 这是本章 我自己觉得 最有趣的一段 那这一段就是呢 我记得大概是 前一两集的读书会吧 就有聊到这一段 就是某一天 温沃斯跟 卢伊萨 他们在 森林里面 走路聊天的时候 卢伊萨就说 哦你知道 我跟我姐比起来啊 我觉得我真是一个 非常坚定的人 我如果想做任何事情 我就一定会做到底 我都不像他这样 三心二意的 他就这样 跟温沃斯讲 那温沃斯当时也回他说 哦 我觉得非常欣赏 你这样的个性 我觉得这个个性非常好 因为我认为 拥有说到做到 然后不改变的 这种性格特质的人呢 是非常棒的 那反观 我们在莱姆 看到这个状况 卢伊萨 他的确是下定决心 他要一直跳跳跳 他要一直做这种危险行为 那最后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撞到头 他不听别人的劝告 所以这个时候虽然 讲这种事情 真的是不是很好 但是安的心里 就忍不住想说 啊 不知道现在温沃斯 还有没有觉得 卢伊萨这样子的性格 非常好 就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恶毒的想法 我觉得他就只是一个 哦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耶 就是一种 人真的不能铁口直断 就有点像是我们说 三心二意 或者是坚定不移 听起来好像一个 带有贬义 一个带有褒义 可是这其实完全取决于 你把这个词 放到什么样的事情上 今天如果你是在 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上面 坚定不移的话 这还是智慧吗 我觉得安心 你想的是这个 因为我觉得 第一个他当然是很后悔 自己曾经 比较软弱的 相信别人的劝告 但是同时 他应该也有想着 难不成我的性格 是有其他的缺陷的吗 难不成一定要坚定不移的 在任何事情上面 做决定才是对的吗 我觉得他一定 曾经想过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当发生 这样子的惨案的时候 他应该也会忍不住 去思索说 不知道温沃斯 现在对于所谓的 坚定不移 不改变自己心意 这件事情 有没有一些别的想法 我自己很喜欢 这一段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觉得 也是一个 很有共感的地方 就像我前面讲的 就是 很多时候 可能很多人就讲说 我是一个 很固执的人 或者是有的人 讲说 我是一个 没有办法坚持 做一件事情的人 那这种时候 大家可能就会心里想说 我好希望可以改掉 这些特质 那当然很多时候 我们想改变一些特质 是有它的原因的 那也许改变了之后 我们的人生 的确会变得比较好 但反过来说 也有可能是因为 这些特殊的特质 带给我们了 不同生活经历 或是造成我们 独特的样貌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其实也展现出来说 原本安心里 是很贬低自己 或是他很后悔 自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很后悔自己相信了 长辈或是他认为 有智慧的人的劝戒 可是在这个时候 他也看到了一个反例 就是号称自己 坚定不移的人 也做出了极度愚蠢的事情 而且当他把这个坚定不移 套在很不明智的事情上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危险 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应该很常会经历到的吧 就是你原本以为的好 它可能其实是片面的好 这可能是危险的 就是当你太相信 某一个东西 它是绝对的好的时候 也许它就是会让你 变得比较盲目吧 对 我觉得 我不太确定 我们要超义这一段啦 但是我在读的时候 就是有这种感觉 因为偶尔真的会 在你认识越来越多 不同的人 或是你看到 更多不同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惊觉 就想说 原来我曾经以为 这么好的这个特质 当它运用在 某一个事情上面的时候 它也许并不是这么的吃香 或是它也许并不是 这么的让人感到舒服 我觉得这真的 有好多例子可以举 就像是 刚正不阿的人 当他今天可能 在创作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遇到一些困难 因为创作是一个 没有什么规则的东西 喜欢规则的人 在某一些领域里面 就会活得如鱼得水 但是相对的 例如说 活得多才多姿 然后对于事情 没有界限的人 他可能在某些领域 也会觉得绑手绑脚 或者是他会觉得 他的人生的一些价值观 完全无法套用 在某些事情上面 我觉得这都是 一直在发生的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 郑欧斯丁的小说 好好看哦 所以总之 讲了好多 今天这一集 差不多就到这里 那我们接下来 就要赶快来看一下 在这个脑震荡惨案之后 我们的安还有温物斯 到底还会发生 什么样子的感情变化 那大家如果听得开心的话呢 也欢迎到我的社群 跟我聊聊天 我的IG是 AndreaLN8511 所有的资讯 都会放在资讯栏 那如果想听我的主podcast的话呢 都欢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 搜寻午后女子会 那我们就下一集 读书会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